資深演員夏萍 因為中風在八月初離世 享年八十一歲 桑禮這日就在萬國殯儀館舉行 第二日遺體就會按照夏萍姐的意願土葬 不少藝人都有前往悼念 包括謝賢 羅蘭 丁月 錢小豪 黎耀祥 王志賢等 而送上花圈的就有劉德華 黎明 錢家樂夫婦 劉青雲夫婦等 整個桑禮都是由夏萍姐的契仔林家棟打點 這麼多年來沒有只情義深厚 家棟一說起契媽都忍不住落淚 挺熱情的 挺率直 我自己很欣賞 所以我最開心的就是和他一起開工的時間 不停在這裡問候大家 還有他又會很關心我 有時我在現場被蚊咬 他都會幫我咬啊 我覺得這些好像一個媽媽照顧的小朋友 所以我們之間的情義慢慢慢慢 就是這樣 大家建立了 他經常擔心自己 走完之後會怎樣 我說不用擔心 我就在這裡 其實他晚上的時候 他一個人其實挺烏毒 我可以做的事就是經常陪他 直到他進去護老院 我都要求他進去 十年前我叫他進去 他不肯進去 到早幾年 終於逛下了 十個小時後才知道 我說不行 我一定要進去 然後我就跟杜Sir 我問杜Sir可不可以盡快安排他 去毅盡和他的護老院 到時候三天之內立即幫我減充 才能夠讓他安定 他自己最希望就是 衝來走完之後會怎樣 我說你定吧 你叫我做正 我記得你做一萬 總之一天 我一定會照顧你到尾 另外謝賢也專程去到寧堂拜祭好友 逗留大約半小時後就離開 老友 老友嗎 以前當然在一起 很多時候 我和他都不知道多好玩 老友